你有跟著說 你不要在這裏好嗎 才過完中秋節 北檢求車道 又見到阿伯的臉 柯文哲被羈押第14天 第三度遭到提訓 除了一罐的黃衣配拖鞋 這回卻不見神秘笑臉 因為等著她的是 北檢一系列 靈魂拷問 律師今天有覺得 被檢方突襲嗎 下午3點30分 鄭聲援才走出北檢 長達6個半小時的 馬阿松提訓 都針對圖利和收賄 據傳檢方這次閃電突襲 連柯文哲律師陸正義 也是一早到北索綠劍才發現 原來柯文哲早被檢方提訓 今天是來問有關靜魯的部分嗎 我們被告知 檢方分敬合集 一邊提訓柯文哲 另一邊一早就約談 前都委黃台生 要釐清都委會是否遭到施壓 畢竟黃台生 當年對於金華城容積 可是堅決反對 沒想到最後 卻被踢出都委會 只要問出誰決策 就知道誰是 圖利關鍵 應小微助理陳嘉敏 以及交大榮譽退休教授 馮正明 18個下午 也依一證人 以被告身份 遭到北檢約談 就需要鞏固金華城土利證據 另外根據網路民調數字 有60.1% 贊同柯文哲積壓 不贊同的 只有11.8% 據柯文哲 有無土利廠商 認為答案肯定的 高達62% 認為沒有的 也只有23.8% 金華城案疑點重重 民眾對阿伯的信心指數 也持續下滑 上個月才因為政治現金聲報 和登陸錯誤 柯文哲率黨公職道歉 但週刊報導 解連懷疑柯文哲的政治現金 恐怕跟金華城案有關 攤開柯文哲政治現金 個人捐款14萬6千多筆 13萬7千多筆 是現金捐贈 占93% 似乎不符長情 尤其選前三個月 其中更不乏匿名捐贈 去年11月有3331萬 12月達到高峰 有8697萬 今年1月還有7488萬 一共超過9萬筆 累積一億九千五百一十七萬元 大量的金錢捐贈政治現金 你必須透過匿名的方式來捐 來拆成多筆來捐 對上了所謂的對價關係的話 那就形成了所謂的收收賄賂罪 政治評論員分析 若匿名捐贈跟金華城案有對價關係 這會形成賄賂罪 畢竟藍白河去年11月23號破局 24號開始柯文哲政治現金 出現大量匿名捐贈 被質疑難道是柯文哲選到底的原因 民眾黨喊冤 現金捐款多達九成 是作業登陸錯誤 不過進華城案連環報 資深媒體人陳嘉鴻分析 把現金用政治現金刑事捐贈 再轉到募可 再以授權費等理由 轉到柯文哲私人帳戶 背後金流疑點 有待減掉抽絲剝繭 柯文哲進華城弊案 連結到政治現金爭議 兩者兼關聯 將是減聯下階段調查重點 三十五周位置就由台北財寮導 你手有金華城的案件嗎 戴著口罩不發一語前北市都發局長黃錦茂遭約談 最後由證人轉被告 周刊爆料面對減聯黃錦茂全招了 警咬柯文哲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號收到金華城陳情信後 將此案發交都發局研議 還下令限期十一天 也就是當月底得完成任務 連事實的基礎都沒有建立起來 根本無從加以回答 民眾到沒正面回應 但柯文哲被質疑替金華城開快車 動土典禮更親自出席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九號 柯文哲同台省慶金開工 當場大讚 這是台北新地標 但議員揪出北市府十月十八號才核准建造 隔天就動工 而攸關榮獎百分之二十方案的協議書 竟然事後裁簽 金華城協議書曝光 甲方北市府以方金華城子公司訂閱開發 封面內文簽署時間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六號 先設建在話吧 這種事情也可以物質嗎 我們建造給了 金華城不願意回饋給台北市民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陪的夫人又折兵呢 都發局否認聲稱時間點是物質 正確簽署十一書時間是十月六號 但只有十二天就拿下建造 似乎也超乎長情 另外郵族會再秀文件爆料建造核發 居然也早於榮儀核准 因為榮金已轉 代金副審等相關會議 從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升到十二月 甚至隔年二零二三年底 繳完錢才通過榮儀許可 到底是金華城有預先的這個神機妙算 還是金華城跟市府 那個時候已經有默契 榮儀一定到得了手 你先幫我發建造 對此北市府都發局澄清 金華城屬於榮儀代金申請案 可在預告代金後核准建造 只不過金華城超高榮基 事法性本就有高度爭議 也難怪柯市府被質疑協助 又開綠燈又開快車 最初黃珍齊 和台北怎麼到 中秋節陪同陳佩奇到北索跟阿北 隔牆團圓 黃珊珊跟陳佩奇年金緊 好關係有如閨蜜 黃珊珊更在臉書發文 客問者給予金華城案 百分之二十榮獎 依法有據 被質疑背後恐怕另有目的 中小平質疑黃珊珊隔空串政 因為有律師背景的黃珊珊 搬出都市計畫法 臺灣審施刑細則 想辯護百分之二十榮獎 全臺一致 卻被打臉法條明顯 引用錯誤 拿著不適用的規定 來替柯文哲辯護的話 的確是會讓人質疑 這個到底是在裝笨 還是有故意混淆視聽的問題 是否正有涉案 外界揪出黃珊珊跟金華城案 連結還不少 不只中小平爆料 黃珊珊議員時期 曾收審信金二十萬政治獻金 早在二零八年 北市舉辦雙省論壇晚宴 還是議員的黃珊珊 就跟柯文哲審信金同座主桌 就連金華城三次便當會 也都有黃珊珊身影 黃珊珊跟金華城案如今扯出千絲萬縷 是否正如自己說的清清白白 映人質疑 蔡訊林伯漢 是全台北裁縫報導 要過火 每個人都要過火 抵達民眾黨位於台中大渡身上的秘密集會所 且立委蔡碧如邀集眾人 跨火爐替柯文哲祈福 緊跟著點蠟燭代表平安 更寫祈福卡高掛樹頭 希望柯主席能夠在裡頭好好的保持身體健康 讓能夠平安歸來 祈福活動包含請來牧師 當地道長中西市合併 最後邀請支持者 吃象徵去晦氣的豬腳面線 他有請了一個天主教的 也不是很正式的牧師 但是帶著我們禱告 那另外也請了當地殺戮的一個道士 不過一連串的宗教儀式操作 也被民進黨團認為很傻眼 蔡碧如找道士找牧師的活動 在中秋節的活動 也搞成了像法會一樣 所以到底他們是堂口組織 是黑道組織還是宗教團體 民眾黨現在最重要的課題 是要回到司法的領域 好好地去說明事實讓真相釐清 每個人用不同的祷告的方式 或用祈禱的方式 昨天那是一場很溫馨的場面 如果我們太歡樂了 外界的解讀就是說 我們好像在心災了 不過柯文哲的科學理性務實 蔡碧如卻請來道士與牧師祈福 不僅讓外界很不解 也讓人猜測 是否為了要與黃國昌分庭抗禮 因此創造話題拉抬聲量 3D新聞 綜合報導 立法院開議前黃國昌領軍黨籍立委 宣示新會期目標做C位 但是 桌上名牌下一秒突然掉到地上 黃國昌也忍不住面露驚訝 這個牌子就這樣靜靜躺在地上 直到記者會結束 而立法院朝野協商達共事 20號正式開議 擔心會期遇上柯文哲涉 必案遭羈押 藍白還會繼續合作嗎 不會言開議後的趙偉選舉 還是會藍白和 雖然有網路媒體爆料 傅崑崎私下會見 藍尾魯明哲 協助民眾黨離國城搶交通趙偉 但也一度傳出民眾黨要的 其實是涉及司法體系的 司法法治委員會趙偉 立委酸溜溜 儘管趙偉選舉 藍白怎麼合仍有的喬 但民眾黨立委張祺凱再喊話 凍結預算這件事 藍白似乎有默契 你當然是挑那些重要 他會痛的啊 司法桑姐被凍結最痛吧 凍結給你一個機會 你把事情講清楚 交代完就是可以解凍 儘管柯文哲必案纏身 民眾黨支持度持續下探 國民黨人要在國會藍白和 似乎不怕被拖累 畢竟國會表決想佔上風 還是少不了民眾黨巴西立委 三十五週會 這次播台北採訪到